又是未來跟大家玩散貨這個環節 未來真的很喜歡玩散貨 為什麼呢? 一來便宜,二來入手的價值方便 以及性價比高 今期想跟大家玩的 由Toybeats出的漫畫英雄系列 所謂漫畫英雄 它並不是Mowerlander系列 它是屬於Mowerlander分支的一個獨立英雄故事 你們理解就是Toybeats 覺得Mowerlander這個系列不錯 然後想發展延伸一些特別的角色 就有了這個Helos 它是叫Mower Heroes的漫畫書系列 它是Toybeats出了兩代 一隻就是黑人很大隻 那隻也有在Moweroo出現過 另外一隻就是星星人Monkeyman 這次跟大家玩的 這隻就好像是Monkeyman裏面的其中一隻 我沒有記錯是Monkeyman的 好像是 我們來看看 這隻就叫魔女之刃 那身上的紋 哇細節到 真是驚喜到爆 Toybeats給我最大的一個感覺 就是它是對恩財私教 我想起這個單詞 是恩財私教 為什麼呢 它的素體 會因為那個角色而去做一個調整 例如它是功夫類的 它就會做一個類似功夫的手型 或者是姿勢的手型 那這隻魔女之刃呢 因為它下面這些好像裝甲一樣 那些手好像裝甲 所以它是沒有得轉的 這裡沒有得左右轉 上面都是 有點可惜 但是我個人覺得呢 就 怎麼說呢 成功多於失敗 為什麼呢 肩膀一件甲 你看一下認不出 還有兩個奶罩 那些細節真是很出色 樣子就 不論它漂亮還是不漂亮 我其實很希望呢 孩之寶會有機會 伏克這個系列 用現在的3D打印技術 去重新出版 這樣會 一來使得市場行程便宜回來 因為 現在這兩代的組合人 真是貴到瘋 在部分的拍賣網 例如eBay 這兩代的組合人 這七頭 可以夠膽死 開到一千元美金 我心想你都瘋了 還有二手 那麼呢 我們看看可動 首先 腳的可動 就是 一個球形拉下去 在當年來講 可動都尚算高 現在看起來有點差 但是我個人都可以接受 這隻是2007年出的 有一個生產命運 這隻 腳的可動 這隻是我在一個拍賣會裡 撿回來的 為什麼說撿回來呢 我去美國的那個 聖基比尾那邊 大家不知道 在那附近 那天 我記得是星期日來的 去到一個 幾個家庭 一個小區仔 大概十個家庭 八個家庭 組一個Family Day 的拍賣會 例如我拿玩具出來 他拿家電出來 那個小區裡面 類似跳組市場的 物體 進去 接著見到 有幾 可能 四五個 年輕人在那裡 擺檔 裡面有一箱箱的 裝好 用膠袋裝好 的Figure 其中見到這隻 魔女之刃 接著我拿 起身 看 接著那個鬼佬 就說 你去拿來玩一下 接著我拿上手 看看 鬆緊得OK 接著問他幾錢 他說十美金 嘩 大哥 十元美金 你叫人怎樣頂 等於一個飯盒錢 那麼 二話不說 我就收拾了 同時當幫寶 那一戶人 那麼 調得出 這些玩具出來 買的一般都是 不是說 他等錢 就是說 他一來想套演 二來他可能自己不玩了 想給其他人 那句話怎麼說 你不喜歡的東西 不代表別人不喜歡 所以 他賣了給我 我也是保存至今 這個東西 他保存得不錯的 真的 成績是很好的 那就是這樣 題外話再說說 為什麼我說十元 是等於一個飯盒錢 因為在美國 他很奇怪 十元是等於一個小時 我也可能沒有 等於 他一個小時的 現在那個 人工是大概 十五到二十元美金 一個小時 那你就想想 十元雞的東西 然後 你如果出去外面買一個飯盒 五菜一湯的 可能十五元 或者十一二元 大概這樣 或者你去那些叫什麼 麥當勞吃一個套餐 就十元 或者你跟朋友出去吃一餐飯 就七十元 是很廉價很廉價的東西 十元是等於一餐飯盒錢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啦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